民進黨不可怕 民進黨一點都不可怕 最大的不安的人是誰 是誰 殊暴的背後是恐慌 不能讓XX出現 草包 扶不起阿斗 4.3 已經確定是阿斗了 賊頭賊老了 他從來不做好事 不做震驚事人 出了點個爛點子 2022選址結束了當天 他要祭祀當當主 會不會搞死第二次 我跟你保證他計劃搞死第二次 好不好 那大家不要開玩笑 傻瓜 不要以為你會當總統候選人 沒這回事 只要黨部在蔡英文集團手上 你耐心得還是沒有機會出現 他放狗屁 柯電明媽的故事也無數 他懂個屁 這次公投之後 我們做了一個公投的整個量 就是同意跟不同意的整個的比較 從一個不掉發現一個很 非常吊詭的事情 就是說 民進黨從洪框之力去衝這個公投 結果最後當然沒有過門檻的第一個 第一個事情 讓民進黨很失望 因為他花了那麼多錢 花了上億的資金 花了幾百場的人力跟物力 用了很多的鞭策 跟恐嚇動嚇的方法去逼民進黨的支持者動員 結果最後的結果在四項的差距都非常的小 或是有些小有些不算大 最高的就是在核四這一項的話 差距只有四十幾萬票 那其他的十幾萬票 那你看到一個強勢的有錢的有力量的民進黨 去打擊一個不爭氣 又窩囊的國民黨 結果差距居然那麼小 表示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的綠軍的盤面其實是不大的 所以換言之講我想主結論的民進黨不可怕 民進黨一點的不可怕 而且就是表現到他們自己如果心裡面非常的害怕 所以在空投完之後 你看到立刻的反應就兩件事情 就看到就無法無天的反應 那個反應的背後其實是什麼背景呢 就是說他的背景就是他很害怕 不安啊 不安 焦慮 就是這個焦慮的不安是來自於高層的不安 最大的不安的人是誰 就是蔡英文 那其實是非常窩囊 為什麼你看到這個整個後面那個選票差距 最後一看 最後一看你看到沒有 都是最高四十幾萬 然後最差才十六萬多 第十九案 你從這邊可以看到第十九案 第十九案是大選綁公投 大選綁公投才十幾萬而已 十六萬而已 所以表示你看到沒有 藍盤是很大的 我們從選舉上來看 藍色基本盤非常大 所以今天看我們這個節目的網友 也大部分是屬於中間選民 對 因為大家知道我是屬於對這個反對強權的 那我不會去支持深藍 我也不會支持深綠 所以在中間的淺藍淺綠跟白色 這是我所訴求的台灣最重要的中間力量 那我一直證明這個中間力量是存在的 從這個公投的數字就已經證明它是存在的 你知道嗎 這是一個最重要的事情 然後它的兩項這個積極的反應 其實是蔡英文的焦慮 那這個焦慮背景的背後 再加上我們也看到這個 昨天我最得意的這一次的這個 美麗島的這個總統適合度的這個民調 那這個公投數字證明說差距很大 然後這個更離譜的東西了 這你看到的 你看到就是這個賴清德居然搞到30% 30% 然後鄭文燦4.3% 只剩下4.3% 比朱利倫還低耶 我嚇到 他們兩個差不多 我有嚇到 互差範圍內 所以那我講這個東西 這個4.3%的鄭文燦 又觸動了蔡英文的焦慮 我現在要解釋說 這個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地制法的修法 跟總預算的這個金副二毒 這個行為看起來很粗暴對不對 其實那個粗暴的背後是恐慌 是非常大的恐慌 那這個恐慌是什麼 我想什麼意思 因為蔡英文她這次當總統 我講坦白話 她根本不關心國家大事 她不關心國家大事 完全沒有 她去年 她今年關心國家大事的唯一的一次 是郭台銘 是郭台銘搞BNT那一次 她出面了 除此以外她從來沒有出面過 她從來沒有關心國家大事 她把國家大事全部交給蘇貞昌幹 她做關心這國際的事情 她有關心一下 但她很被動 其實她沒有真正的 因為她也不太願意多講話 她不願意得罪了老共 她當然是拍老美馬屁 蔡英文講簡單講 蔡英文的性格上 她是這樣子的 她事情跟她無關的事情 她從來不關心 跟她有關的事情 特別關心 所以我要講的意思是說 這個基本的形式 我要跟前子溝通 就是說這個基本形式 讓蔡英文焦慮的理由 就是說第一個 這個選票 公投票開得不理想 第二個更糟糕的就是 賴清德現在居然看起來 所有民進黨人都認為 賴清德已經出現了 已經就是賴清德了 那就是賴清德這個事實 會造成什麼 就造成蔡英文極度恐慌 因為蔡英文在現在幹總統裡面 最重要的任務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不能讓賴清德出現 把她打下去 打死賴清德 打死賴清德這件事情 是蔡英文集團的主要任務 國家怎麼樣亂沒關係 沒疫苗沒關係 總預算給你得罪 把你國民黨得罪 怎麼樣 國家 國政再亂 再殺死人 再颱風都無所謂 天他都不管 所以就給那個草包的蘇貞昌 去當行政院長 OK了 你知道吧 她原來的寄望 就是寄希望於鄭文燦 鄭文燦現在已經 就扶不起阿斗 已經確定是阿斗了 出局了 就是2022 他要明年的九合一選舉 他要勝利 不能輸 他一定要勝利 他要宣告勝利的 那他怎麼 因為結果這時候有一個人 就有一個賊頭賊老 他從來不做好事 不做政經事的人 出了點爛點子的人 叫柯建民 就跑去跟總統去建議 柯建民乾爛事大家都知道 那這個足足病這個事情 我們看到就是說 其實就是柯建民去給蔡英文出的爛點子 這個爛點子的目的是 2022他要勝選 他勝選目的是幹什麼呢 就要當黨主席 所以蔡英文現在的生活 的執政 他的工作目標 他目前的人生目標 在未來一年多之內的事情 就是2022選舉結束的當天 他要繼續當黨主席 他當黨主席目的幹嘛 就是要搞死賴清德 講川了 因為賴清德上被搞死一次 就假民調搞死了 大家都知道 沒有人敢講 全台灣只有我敢講 就把他搞死了 那會不會搞死第二次 我跟你保證 他計畫搞死第二次 好不好 大家不要開玩笑 傻瓜 賴清德不要以為你會當總統候選人 沒這回事 現在是鄭文燦掛了 我同意 可是我告訴你 只要黨部在蔡英文集團手上 你賴清德還是沒有機會出現 他的意思是說 這個是有關於大新竹的共同利益 這個假竹竹病是一個很好的事 他為什麼 那假如是 他的論述是什麼 他主要是 他沒有特別論述 他沒有特別論述 就想說 他說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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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反對這個竹竹病 或是竹竹苗病 只是說 你這個過程 要經過大家的共同討論 而且要更興趣的 對 要從仔細的 然後大家的意見 來匯總一個過程 而不是就是進步奧讀 是這個概念 對 然後他這個 程序不正義 這個議題現在已經交回 已經副委 又回到委員會 對 又副委了 我跟兩位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昨天有一位我的好朋友 是民進黨的重量級的立法委員 他跟我講一句最重要的話 他說進到委員會之後 會有一個什麼樣的後果 你知道嗎 會進入變成社會討論 那個4.3跟38會有什麼結果 你知道嗎 會逼到新潮流的大佬出來整合 要撤文散退 所以新潮流會團結 新潮流一團結之後 當然我們昨天談到一個大佬 現在不在了 新潮流的戰力稍微有一點缺乏 就是林秉書現在不在 林秉書現在變新潮流大佬了 他早就新潮流大佬了 林秉書如果在的話 戰力會更強 那林秉書如果在的話 會在委員會 他可以 高嘉瑜本來是鷹派 高嘉瑜 高嘉瑜不算誰 他孤鳥不是嗎 對啊 林秉書在的話 高嘉瑜就會把票投給新潮流 對不對 所以差林秉書也是差很多 林秉書現在變新潮流大佬了 新潮流大佬 如果下禮拜在委員會把他搞死 畏任會把足足隊的案子封殺掉的話 那那小英就失 cham 總統親自下命令 這個前綱毒斷 要足足病 第三治法修法 結果委員會被幹掉 結果委員會被幹掉 結果他會怎麼樣 嗯 他反過來幹了何柯建民 你出個爛點子讓我蠻脸逗話 這個柯建民有風險 柯建民臉皮厚不要臉的關係 柯建民無所謂的 柯建民不怕的 柯建民什麼事都幹快